每个人都像是一本书 承载着不同的故事 而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被看见 真人图书馆带你看见各种人生百态 各种不一样的故事 今天这本书的主人翁故事 特别与众不同 一位美法造型师 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波折 才放下了曾经自己最喜欢的工作 放下剪刀手的置业 投身进入完全不同的领域 又如何成为一位闯诊达人 就是在小时候是六七十年代 那时候我们是外省第二代 所以说是没有任何亲戚的 那妈妈那一边就全部都是讲台语 那我们基本上是听不太懂 然后我的国中老师 国中的历史老师 他说 我们以后要找的工作 如果不爱读书的话 是要找一份工作 是不会被机器取代的 那我在退伍回来之后 我就突然想到一句话 李国修 李国修他爸有说过一句话 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 就功德圆满 那那时候我就对美法有兴趣 我就去学美法 家境状况并不富裕的情况下 身为家中老妖 只能捡哥哥姐姐的旧衣服穿 但这种环境下成长的李武苍 却也因此秉性坚韧且勤俭 听从老师的建言 在民国82年退伍后 他寻求一种 未来不会被机器取代的工作 因为自己年轻时也追求流行 选择了一种追求美感的工作 发型造型设计师 在刚开始做美法的时候 一定是从学徒开始做起 从学徒开始帮客人按摩 洗头 吹风 然后后来剪头发 烫头发 染头发 然后当你合格的之后 你才能够成为一个设计师 在这个时候你还需要努力 去吸收最新的知识 最新的资讯 厂商看中你 你就可以变成厂商的教育训练讲师 厂商有邀请我去意大利学 最新的技术 然后除了回来台湾教学之外 我还去了温州 上海 天津 大连 成都 去做美法的教学 这是我人生当中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因为自身外在的条件优秀 获得染记厂商的青睐 前往意大利进修等 在人生最高光的时刻 意外却显降临 打破了原来规划的人生 人家说逢酒都有大事 出车祸 有一次我开车在路上 后面一台大货车 直接追撞我 那幸好我有西安全带 然后我就整个人飞起来脖子再甩下去 这就是俗称的马鞭式的甩伤 伤到我的颈椎 我头晕 然后 手麻 而且是发热的马 然后胸椎也都整个都不舒服 很严重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半年多的治疗是 吃药 然后安眠药 止痛药 泪固醇 肌肉松弛剂 没有用 一点用都没有 一点帮助都没有 药效过了之后都没有用 后来我的整副老师 两个月把我调整好了 他跟我说 我们的大脑 是通过中枢神经系统 所延伸出来的脊椎神经 去调控你全身上下所有的器官 每一条神经 它管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说 哇 原来我们的身体构造是这个样子 打开了我另外一个 我觉得是可以从事一辈子的行业 我如果学会这个的话 我可以帮助好多好多人 自身因为车祸损伤 没有办法长时间低头 不得已放弃了曾经最喜欢的工作 但也因为这起车祸 发掘生命的可贵 健康才是真正的财富 在饱受病痛折磨的过程中 找到了另外一件 不会被机器取代的工作 附件整级相关工作 并付出大量心血 考取正式的整级医师认证 但随着研究越发深入 却发现了这个工作的不足之处 我们把脊椎全部都回到正确的位置 或者是相对正确的位置之后 我们忽略了晚上还有六个钟头到八个钟头 你身体是没有办法自己控制自己的 睡眠 你真的睡着了 如果说你的颈椎跟腰椎 都有适合的支撑 我强调适合两个字 每个人体型体重 腰椎弧度都不一样 所以我这时候开始研发了 适配床 它可以分夫妻两边不同软硬度 我们总共有六个软硬度 我们可以挑选其中的两个软硬度 坐在同一张床上 去匹配体型不同的伴侣 而这个时候 枕头照顾你的颈椎 床垫照顾你的腰椎 让你晚上在睡眠 整个全身都放轻松的时候 整个全身是很relax 我们就在正在找床 那刚好他们就开幕了 我们就走进来看 遇到老板 老板就跟我们讲说 这个床的功能是在哪边 然后他也很和气 那我就睡一阵子 我觉得说 这个床怎么功能这么好 然后又睡它的枕头 尤其枕头 你测睡也可以 那你躺着睡也可以 我们普通的枕头 我们如果测睡 你这边夹到的时候 你会很痛 它的部位 你早上起来 你把它转一转 它就好了 所以说我觉得 它的床的功能 真的是很好用 李武昌领悟将科技 应用在床枕的形式 可以无形中 改善生活的品质 并陆续将床枕专卖店 在全台开办 新北市中和 桃园平镇 桃园市春日入 彰化的园林 云林斗六 嘉义市西区等 并持续构思开发 申请专利 成就现在的事业王国与版图 其实做任何一个行业 你做久了 你一定会变成专家 也就是一件事情 如果说你重复做 你就会是专家 等到你变成专家的时候 你再只要脑袋刮 转得够快 你就会变成赢家 只要你学得够快 你就会变成 产业的领头羊 只要你懂得 懂得变化 懂得提升自己 其实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唯一 投资自己 是绝对不会失败的 从美法造型师 到床枕的专家 他始终保持着 积极向上的精神 并逐步地寻找 对应的方式与策略 希望能达到人生的圆满 而他 李武昌的置业准则 始终都是 人 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 就功德圆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